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7日 已經是 星期六了 這節想跟大家說說 在一宗大陸的奇問 大陸大家知道了 剛剛爆了一宗城投債破產的事情 這個樽易最大的城投公司 叫做樽易杜喬 他155億的銀行貸款 出了一個重組方案 就是延期20年 而且 頭10年 沒有付利息 後10年分期還本 即是叫你10年之後才跟他再次追 大家想想多嚴重 中樽易杜喬這家公司 百多億的債務 其實只是 那麼多城投公司的縮影 全國各地的城投公司 累計 欠了60萬億的債務 估計是65萬億左右 佔全國GDP的一半 相當於30多個恆大的欠款 城投 通常都是 一個城市地方政府擁有的 就是專門我們舊區重建 城市規劃 城市建設 州圍建公路 等 建設施 醫院 全部都是政府 埋單 結果 城投的這個洞媒體很大 好 不單它那麼大我們看到一則新聞 更好笑 為甚麼 就是 銀行不想 拉帳政府 找公務員辦 這件事 真的是 網友向我們報料的 網友說他其中有個親戚在山東 某個地方的基層 做公務員 昨天就告訴他 說地方政府 要求 所有的公務員 要去銀行貸款 利息是3.5年利率 3.5% 然後 借了這筆錢出來之後 就把這筆錢轉借給城投公司 每年收回8-10%的回報 還有一個 攤派的數額 正科級 是200萬 副科級是150萬 一般的公務員 就是50萬 要自己找擔保人 甚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說你要去銀行貸款 而貸款銀行幫你量度了 是3.5% 即是說 譬如說你是正科級幹部 你借200萬出來 你一年要給7萬元利息 不過你不用怕 這筆錢 就轉去投給城投公司 即是政府 投給城投公司 每年有8-10%回報 這個就是哄你公務員下答 現在政府已經沒有錢 銀行不信政府 叫公務員甚麼 將你的風險 分散到各個公務員 那麼你就有那麼多正級 正科級 副科級 普通幹部 集貸賣賣賣 那錢是很大的嘛 一個城市的公務員 有多少 可能有幾萬個公務員 那就是很大筆錢 銀行 反過來 就是把這隻鑊 射到公務員 平均分配 他個個有份 這件事很嚴重 銀行 現在 基本上做了水魚 因為政府 成頭公司 所有的成頭公司 所有的成頭公司都是政府做的 叫你借錢給他 現在不能還 跟你說 頭十年不還 後十年分期還 那麼你值不值嗎 說不值也不行 錢拿不回來 要不就沒有了 要不就破產 每個都清盤 然後 他們說他的領導 跑運山東省的各個銀行 包括工商銀行 農行 中國銀行 堅塵銀行 交通銀行 廣東發展銀行 平安銀行 齊老銀行等等 要對這件事 是融資支持 如果你們不支持 大家一起爆布 抱著一起死 貴州成頭10加10的重組方案 頭十年都不給利息 當然 不單止是這樣的 有些人支持的利息也收不到 昆明政府也發文 就說 將 副息周期由貴婦改為蓮婦 昆明的成頭已經出事了 不過 沒有貴州那麼嚴重 貴州就是頭十年都沒有利息 美十年 分期還 即是說他們用十年時間 看看能不能在哪裏收回來 那裏收回來 慢慢儲回來 還給你 現在大陸 成頭是60萬億的債務 比當年雷曼的煲更加大 比歐債危機更加嚴重 當然中國的經濟 總量很大 人有那麼多 人有那麼多人礦慢慢挖 我們現在看到了 昆明市政府 要求 將以後成頭公司的利息 由貴婦改為年付 以前一季給利息一次 現在一年才給一次 即是說 他可以有三期 不用給息 一季一季給的嘛 369不用12 12月才給息 即是說 有三期可以用來走盞 地方政府債務 現在可以說是去到攤牌了 這次 貴州這件事攤出來 接下來陸陸陸陸陸陸的城投就會爆煲 因為最近的房子賣不出 因為城投主要 去年 全年 賣地收益來說 有大部分 超過一半 是城投出來買的 即是地方政府 那些地方政府 沒有發展商肯買 他們就被迫自己來 就是城投公司自己投回地 那些錢哪裡來呢 銀行 銀行借 銀行現在搞不定 因為你借之前借了錢 也沒得還 現在的情況 是這麼嚴重的 我想告訴大家 這個債務到65萬億是甚麼概念呢 每年 一厘 是多少錢 是6500億 1%是6500億利息 如果3.5%利息是多少 那裏 是超過 2萬億 利息 如果是8% 剛才說到他要付8%公務員 是不是 86048 是超過5萬億利息 一年5萬億怎麼還 大家想想 五萬億是甚麼概念呢 大陸當時溫家寶 2008年金融海嘯拿出來的舊錢 只是4萬億而已 現在城投只是一年的利息就要付5萬億了 根本就沒得還 公務員 就被人滾了去銀行 用私人擔保貸款 還要找人擔保 擔保你那個又要甚麼上身 好了 這個一個擔保人公務員 借了一筆錢之後 就把錢投到城頭 城頭 實際上拿了你的筆錢出來運作 其實是還錢的 頂不住 是用來還 到了要還給你的時候 他又借新債 去蓋舊債 就好像 你去 這個銀行 就用信用卡去花錢 然後 就還min pay 沒有錢怎麼辦 借錢出來還min pay 那麼你的債是不是要欠越多 欠這個信用卡的錢 不僅是無小道 在外面再借多個洞 現在就洞蓋洞 用高息去蓋低息 你覺得會甚麼時候爆煲呢 其實我覺得 兩三年所有的城頭 全部爆煲 因為根本 洞蓋洞也蓋不住 不過 甚至乎可能情況更加壞 就是去年 前年已經爆煲 只是去年 前年沒有把這個洞 退後 而今年正常告訴大家 沒得還 將這個洞退後 將這個債務全部展期 大陸的展期就是延遲還款 延遲期間 別追他 沒得追著 你要是要 要是不要 當然政府恐嚇你 你是沒有了 既然你不想沒有了 不如這樣吧 明年先去還吧 今年先去還吧 拖一年 那麼貴州的情況就特殊一點 10年 展期 10加10方 我們聽過沒有 如果你欠人 錢可以這樣就發達了 就好了 你欠人錢100萬 10年不用還 10年之後我才分期還100萬給你 是不是很著數 當然是很著數 問題 你是欠人的那個 你是被人拖的那個 那就不是你很著數了 是你虧了 好了 現在的情況是惡劣到甚麼呢 山東 已經要找到公務員出來填這個洞 公務員 現在是市場上 即是整個社會裏面最有錢的群體 他們才是中殘 為甚麼 那麼多年來 又有賄款 人工有高 儲存一大筆錢 政府有很多福利 現在政府沒有錢 咳工無緣 減教師 減 巴士司機 連有部分地方公安都沒有薪資 公安維穩系統 照計有薪資 不過 東北那一年 就說有公安沒有薪資 那一年應該就是他們的公安局上下其手貪污了 這些編制 本身要請公安那筆錢給他們 代了入袋 然後他們就說這些公安就不是正式編制 沒有正式招聘他們的 那些 基本上你拿不到錢 他叫你回家 你難道跟他拼命 所以 接下來公安也可能要上街維權 大陸的情況 甚至乎比我們想像中更加壞 不過 就算這樣壞 也未必會即時爆破 為甚麼 原因就是 他還可以債監債 還可以用不同的形式 去將這些債不斷退後 所以 還有幾年 當然這幾年 只會越來越糟糕 越來越糟糕 總之 房子會一直跌下去 因為根本沒有錢 大家想一下 根本就是大家都沒有錢 誰跟他們買樓 一個 連鎖效應來的 所以千萬不要想要人家賣樓 無論中國 無論香港的物業 也要賣 大陸不行 人們每個人來香港沽樓 是不是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6部曲 我們在1月28日的網聚在黑池舉行 大家可以看一陣片尾的介紹 一陣片尾的介紹 一陣片尾的介紹 我們的計劃這次 是在 2點會開始 約會是4小時 整個聚會加上 一個起動大會 之後我們有半個小時是出去巡遊的 我們估計約會是有150-200人左右 黑池從來沒有試過那麼大型的巡遊活動 那麼我們就會去巡遊 當然 要喊一下口號 之後 大約7點鐘完成整個巡遊之後 我們就會去吃飯 當然吃飯不是正式的官方活動 是我們自己的活動 如果大家想一起吃飯也可以留下 所以 特意通知大家 如果你們有 到時 車票的話 可能你們可能要 改後一班 或者不要那麼早 不要那麼遲 不要那麼早走 我們 7點鐘我們會去吃飯 可能吃到 9點 因為那裏自助測20磅左右 20磅左右 很划算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 大家好 我們在 2023年 即是今年 1月28日 農曆的大年初七 我們會在黑池 舉辦 我們這次的大型網聚 而這次的網聚其實有兩大主題 第一 當然是 因為說了很久了 要在黑池 跟英國北部的朋友見面 和大家聚一聚 第二 就是我們會成立我們的charity 希望到時可以多些朋友參加 發揮 香港人 助人 互助的精神 希望到時大家可以參加 我們 開始時間是下午的兩點半 大約是到六點 或者六點半左右 會有很豐富的節目 也有很多的 嘉賓 到時我們會收取10磅的茶點費 有香港的奶茶供應 港式奶茶供應 也有一點點心供應 到時希望看到大家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了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 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呢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